第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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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了 少於16人 也未必會對方 即是我們現在可以這樣 先試 先試一下吧 COME ON 先試一下 那我打布桑 你打吧 不到NEO抽 不關用毒角獸 他不夠我玩 他的動作很笨 喂 COME ON HELLO 過來撿雞 撿雞 啊 好撿啊 撿角獸很笨 5月 嘩 被人2抽1 走啊 我要走啊 我被人追著 很好吃的團肉 布桑女主追著我來打 拉不到你的劍 啊 終於可以打了 頂撞牆 啊 我想出自馬 中 耶 啊 快點搞定布桑 好爽啊 好爽啊 咦 好像有些東西追著我 啊 兩炮交叉地中啊 啊 我已經留了一些 音給你們 但是 那些Laser是斬過來 我地不到 嘩 嘩 嘩 我的感受 這個遊戲的整體性 就是 這個 首先是 PSP的 GVG模式 先說起 或者是Gundam Steep的模式 先說起 比起Gundam Steep 而言 它的操控模式 和格鬥模式 我就覺得它就像 就是那個格鬥模式 就比這個Gundam Steep的格鬥模式 是一樣的 因爲 攻擊能力太慢了 因爲每次打中的時候 基本上 它在停頓時間 可以過4秒 而你那段時間呢 就算你存到 那項 爆屍的巴 即是爆 爆 爆極限的巴 你爆了 你也是 被人打中 那段期間 你也是出不了的 即是你一定 硬吃完它的全招 哈哈 和Gundam Steep 是差不多的 至於 就是槍方面呢 它幾乎 這麼多集 都是越來越 太過追擊 太過追擊 那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這隻遊戲 其實整體上 就是炒碼一碟 但是炒碼一碟之餘呢 它就把這麼多集的好處 都拉在這隻遊戲上 連上街機的 那我相信呢 它 未來呢 它應該有些介面 都好像街機一樣 可以買一些Logo 放進去 那我的看法就是 應該是這樣 其餘的就是 要在大樓的DLC 買機體 那些 那我的看法呢 就是 射擊其實都沒有太大變化 我覺得就 是真的最大的問題 好像之前介紹片的時候 它的格鬥是真的 有些少少 要重新適應各個距離感 簡單來說 其實它的格鬥就是 跟以前 以前 Z Sorry 跟以前Z Gundan Z 和Gundan DX的格鬥是相近的 因為它追尾都是沒有那麼好追 而且它追的時間 不會太長 我沒有玩Z 但是我玩Force 其實都已經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那個格鬥真的削弱了 又或者當然是 因為太落沒有玩Gundam這個系列 所以 格鬥、年紀各方面 我自己覺得都有點推薦了 然後 我剛才試過 打自己一個人 當時 我試過玩 一打一個人 對三個 非常困難的電腦 基本上 基本上 武器、硬直等 基本上 你都會硬吃光別人的招 雖然這個很廢 但是 其實是可以控制到 你懂得控制的話 真的可以 好像玩到無限器 你三抽一 其實是很困難的 本來都是很困難的事 就是 我以前玩Lix 有個朋友教我 一部命運高達 再加一部艾比安 一個近攻 一個軟攻 這樣練 練到怎樣 兩部機打你 你一滴血都不扣 這樣完場 那你幾乎可以打敗很多人 已經 那我和我的朋友 拿Wing高達差不多 我當時是拿Asia 我拿能天使的 因為我的朋友是專練Wing高達 他練到支援機 Wing高達因為連線 通常一槍射到他 對方一定要硬直 所以通常 通常連線都會被人叫 被人當作禁機 沒有玩到這個街 因為我始終都是原造機的粉絲 我只會用它 我只會用這些東西 我會嘗試 正式版的時候 我會嘗試 這麼多部機都拍出來 希望可以 喜歡看我們的影片 就 Like & Share 我們Best Square Gaming 我們接下來 會有更多有關 Gundam vs 或者其他有什麼新出的遊戲 我們都會推介 就拍給大家看 如果有什麼遊戲 想我們拍出來 又或者有什麼 關於Gundam vs的技巧 想我們拍出來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拜拜 拜拜 字幕提供